Hola,Dodos, soy Félix,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Semana Santa,也就是圣州,又到了 西班牙南部,尤其是塞维利亚,马拉加这些城市的圣州都非常有名 往年的这个时候呢,马拉加的市中心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有种大年初一赶着上投注箱的即时感 因为西班牙老城区内的街道本来就很窄 圣州一到的时候,这里的街道就会挤到洞都洞不了 今年因为新冠病毒在西班牙的大爆发 这样大量聚集人群的活动呢,也不得不被迫取消了 我原来想去拍一拍现场的画面给大家看 非常可惜今年没有这个机会了 但好在呢,网上相关的视频素材有很多 今天我就借用网上的素材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班牙的圣州 更准确的说是马拉加的圣州 让大家感受一下,如果没有新冠病毒 这个星期的马拉加会是什么样子 并带大家学习几个与圣州有关的西班牙语单词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要搞清楚的是 人们在圣州聚集到市中心到底是为了看什么 人们来看的是Brotesion 这个词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游行 当然这里并不是指抗议游行 而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游行仪式 这是一种从西班牙十二十三世纪就流传至今的宗教仪式 在圣州期间,各个天主教兄弟会都会组织圣像游行 以纪念耶稣受难的这一周 参加游行的成员可以体验基督受难时刻的苦难 街上的民众也可以对教堂教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说的直白一点 就可以理解为从前教会对自己的一种宣传活动 这种宣传活动也逐渐延续至今成为了一种文化风俗 一般的游行队伍都会由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引导 但是最先引起你注意的将会是一批排着队 身着整齐头戴类似3K党街帽的蒙面人 这些人被称作Natharenos 他们都是这个游行队伍所属的兄弟会的成员 他们头上戴的锥形街帽叫做Gabirote 这样的街帽在中世纪是用来羞辱罪犯的 那些罪犯会被迫戴上这个街帽去游街 所以现在这些Natharenos戴上街帽 也是有忏悔赎罪的意义在里面 不同的游行队伍 Natharenos身着的长袍颜色也不同 根据兄弟会而定 不同的颜色也具有不同的意义 紧随其后你就能看到巨大的圣像 被人们扛着向前缓缓移动 一般这种圣像在其他城市被称作Basos 但在马拉加人们称之为Dronos 也就是王座的意思 Dronos在尺寸上一般要比Basos更大更重 在一个游行队伍中一般会有两个圣像 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是圣母玛利亚 一般来说耶稣的Drono要相对小一点 而玛利亚的Drono就非常的大也非常重 一般都会有好几吨的重量 马拉加最重的Drono重达5.5吨 而下面扛圣像的人在马拉加被称作Ombres de Trono 因为圣像都很重 所以在下面扛的人也很多 有些大型的圣像在下面需要有超过250个Ombres de Trono去扛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根据各个地方习俗不同 扛圣像的方式也不同 而对扛圣像的人的叫法也不同 在马拉加是用肩膀扛 他们叫做Ombres de Trono 在塞维利亚人们是用颈部去扛 他们被称作Gostaleros 另外游行的队伍还少不了伴奏乐队 被称作Acompanamiento Musical 很多当地人为了在圣州参加游行的伴奏乐队 大半年都在利用空余的时间去排练 为的就是能在这一天跟随游行队伍去伴奏 所以如果有一天下雨 游行的队伍出不来 很多参加的人会非常失望 伤心落泪 那在圣州除了看游行以外 人们还会在此期间吃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甜点 叫做Dorija Dorija可以理解为 西班牙版的法式吐司 是用面包加上牛奶鸡蛋等材料做出来的 还会抹上蜂蜜或者糖粉 味道非常好 其实做法也非常简单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索Dorija的做法 在家里自己试一试 通过今天简单的介绍 希望你们对西班牙的圣州游行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对于很少能接触到天主教文化的中国人来说 西班牙的圣州游行 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文化景观 如果你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来西班牙旅游 那么圣州的游行千万不要错过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Hasta la próxima